哈喽大家好我是小K 我们今天来吃一个很有挑战 非常重火味的 伊斯兰羊炸弹 串串香那集我就预告过 小K哥要吃水煮羊炸弹 新鲜的伊斯兰羊炸弹 真的是不太好买 说到这个羊炸弹 其实它就是羊稿丸 有些地方叫做羊宝 有些地方叫做羊外腰 其实我们老家那边是叫做羊球 像个球羊 留言告诉我你们那边叫它什么 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种成果 我是专门跑到伊斯兰教人的超市里面买到的 经过验证的哈喽羊炸弹 从宰杀这只羊的人 到所用的刀 到切肉的砧板 到卖给我的时候 整个一个过程中 是绝对不会碰到任何猪相关的东西的 在杀生的时候一定要把血放得很干净 我是预定的老板打电话给我 上午跑去拿回来的 这是今天献杀的羊 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羊炸弹 我的天哪 它这个白白的滑不溜秋的 上面有一根这个我手抓着的这个地方 这好像是羊鞭啊 鞭啊 摸起来是比较软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俗称的樱囊啊 每次买那个肚子啊 大肠啊 腰子回来的时候 总之还是会有一点烧味 当然它是会有味道 你任何一个新鲜的肉类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血腥味 我觉得正常的 但是它真的没有奇怪的 好像那种三味 稍微腰子啊 大肠啊 肚子 它们属于内脏 它们会有一些脏气的味道 但是这个 蛋 其实是在外面 哇 这个越看我觉得越邪恶 这一天三只羊就被我给祸害了 说到做到 水煮羊炸蛋 走起 清水煮出来 但是闻起来并没有任何的意味 好像真的有一点那种煮鸡蛋的味道 它外面有一层那个包皮啊 然后里面是一颗鸡蛋黄样的东西 然后我在水里煮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它快煮熟的时候 啪 它就炸开了 然后包皮现在就变成外面这一层 然后里面这一颗像蛋黄样的东西就爆出来了 不知道视频前的所有男童子有什么感受 反正我怎么感觉自己讲这段话有点 蛋疼呢 蛋疼 放一点之前有介绍过的加拿大天价海盐 我决定就只加一点盐就这么吃了 之前跟大家夸下海口 说到做到 但是我也真的很想尝试一下 就是这个本味是个什么样的 夹开过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别的意味 但是这个夹开过之后 这个看起来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表面很光滑 然后里面夹开之后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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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的 很像是那种猪肉丸 牛肉丸 就是把它给夹开以后那种感觉 真的有股淡淡的那个鸡蛋的味道 很像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毛蛋 蛋还没有复成小鸡的时候把它拿去烤的那种 感觉我在咬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膳胃的意味的 咀嚼过之后咽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回感 那个回感我觉得有点恶心 拼一下吃一大口 这样嚼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在你嚼啊嚼啊嚼啊嚼得差不多 半咽不咽卡在喉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浓烈的一股 是心畏还是山友说不上来一种奇怪的一个味道 会冲上来 哇那个味道有点受不了 通过咀嚼会泵发出来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哇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等我一下 这应该叫火爆羊蛋花啊 真的这个做好以后啊 不管是这个闻或者是这个看啊 都非常的像那个火爆羊花那种感觉 特别是里面这一层切开以后 片成花爆出来完全感觉就是这个火爆羊腰 先试一下这个内腰的部分 经过我这样双胶豆瓣酱火爆炒完以后味道好吃太多了 特别喜欢它这个口感 大体上来讲真的很像腰子 但是又比腰子稍微会再嫩一点 就自身很嫩很多汁那种感觉 它被切成花的这一面就真的很像腰子的口感 但是翻过来之后它这一个层包皮 这个感觉有点像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鸡蒸鸭蒸啊 还是那个堵着外皮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它会给你一个双重的这个口感上的冲击 每咬一口都会感觉到它很嫩很嫩 快咬完再咀嚼的时候 它里面又藏着一层那个皮就还蛮有嚼劲的 不管是从吃到咽下去都没有那种烧味 三味完全咽下去 在回味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鸡蛋清的味道 我不能说这个味道难闻了 因为有些人他还蛮喜欢这个蛋的味道 但是对我来讲呢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配上一块青椒一口下去啊 味道是真的很不错 难怪啊腰子啊肚子啊这些内脏真的都要火爆啊 确实就像我这么重口味的人 真的像刚才那样水煮完以后吃 真的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它这个羊蛋除了有那个切开之后 像腰花一样的那个蛋的部分 它还有包皮 然后连着上面有一根这个 我不确定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像那个羊鞭啊 我觉得可能性是一部分的羊鞭 嗯我确定这个就是羊鞭 我在吃烧烤的时候 这个羊饱和羊鞭我是一定是必点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羊鞭的味道 跟口感这个应该就是 但它只有一部分 如果没有吃过羊鞭的朋友 我顺便提一句 它那个味道也不会很怪 吃起来就是像那种提筋 非常像提筋的口感 说到吃这个羊鞭 我相信大部分男性朋友都不用我介绍了 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胺基酸 男性雄分 因为中国人比较兴奋吃哪补哪嘛 坊间一直就流传说这个吃这个羊鞭 是对男性是非常补的 别看这么一小盘啊 三只羊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 我觉得好像里面就是 这个皮的口感是最好的 而且意味最小最好吃 哇 感觉是非常嫩非常嫩的堵头这种感觉 希望下次可以买到一只包皮过长的 这个菜太各位了 这个要喝点酒啊 上次黄焖鸡米饭那集 有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他看我榨菜那集以后 以为我后面会出一个五粮液的梗 就回复他说一定会给你出这个梗了 但是 所以今天只能用其他酒代替一下了 啊 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茅台 好 先凑合喝一下吧 吃一口伊斯兰羊炸蛋 啊 喝一口茅台 我再次找到了土豪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伊斯兰羊炸蛋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留言 加关注 拜拜 搜索关注词提借加特辣 Explore Canada 可以在下来找到我们 更多最新精彩内容 等你来提